彭政森是不是只有這件事情 幫柯文哲忙 不是嘛 他在選舉過程當中 幫柯文哲募款 幹了很多事情嘛 後來兩個關係又搞壞掉了 又搞壞了 現在關係兩個現在翻臉很惡劣 反正柯文哲跟任何人的交往 他有一個有效期限 有效期限 你看他跟 他到每一段時間 會有人上車 會有人下車 所以你放心 這個案子叫破案 就是說 彭政森當污點證人 柯文哲就屌了 董事長 如果這個下去 你跟他講 剪掉早就在查了 這幾個怪異的事情在哪裡 你知道嗎 第一個當天的都委會主持的主任委員是誰 彭政森嘛 那彭政森有這個膽量 改一次給他過這麼高的容積嗎 他沒有吧 所以剛剛兩位議員都在講一個問題 說市長可以介入 市長當然介入 他是之前就介入啦 彭政森這個人是聽話的人 市長沒有交代 他敢在那個都委會上做這個決定嗎 而且當天是用共識決 一般來講的話 我對都委會我太了解 我抬開案子 要送都委會的東西太多了嘛 很簡單 我們送西部計劃 當然是我要要求很多我的東西嘛 我要求的東西就會被怎樣 被推薦嘛 你可以要求啊 你要求一大堆啊 結果我都委會審不過退回去 你從來嘛 過期限就不受理嘛 對不對 這有規則的嘛 那有像這樣子 我丟出三個東西 一下拿了20% 然後台北市政府照單全收 這個不合理嘛 就是我有權利就想 建商開發商一定會 提出任何可以想像的要求 合理不合理 不管只要合法我就可以幹嘛 這個事情看起來表面上是合法嘛 那不合理嘛 不合理的理由 我們在這邊處於細部問題 不討論啊 表面上是合法 其實不合理 我這樣講 就是在這裡 因為它是一個從 這個所謂從工業區 變成商業區 商業區融機沒有用完 再恢復舊融機 然後再加上這個融機獎勵 跟融機移轉 這個故事就那麼簡單啊 那商人這十幾年有沒有賺錢 跟政府屁事 那你賺錢會不會分給政府 當然不會 不會嘛 你虧本是你家的事情嘛 那只是讓我們感覺到說 你賠本的時候就找政府麻煩嘛 你賺錢的時候你也不分給我 那現在問題是說 這個柯文哲的概念有問題在哪裡 這個案子跟蘭松山的 這個發展有什麼狗屁關係啊 因為我是松山人嘛 我松山人啊 你松山人 對 我是副台嘛 可是我對松山過月 蘭松山天橋下 我從小到大到大 再過多少年 再蓋這個新的大樓 將來也會有交通的問題嘛 所以本來就有環境影響評估 要考慮的嘛 所以這個時候有一個大問題 你彭正森有反對 委員的這個記錄存在 你為什麼不用表決呢 你可以用表決嘛 表決不過跟市長講 這表決不會過了 因為還有他有兩個委員 還有府外委員 還有府內委員 這個一般來講的話 一般我們政府會為了 小心起見的話 會把府外學者委員樹木 大於府內委員 因為推卸責任嘛 我何必去 我何必來負責幹嘛 公務員不想負責嘛 所以一般府外委員 要有意見的話 這個案子不會過的啊 你怎麼會 彭正森這個人 為什麼弄過共識決出來 然後被蘇利瓊 在糾正的時候 全部把反對意見 盧列出來嘛 這個問題在這裡啊 如果我是彭正森 我當天主持都委會的話 有反對意見的話 我不敢這樣強度關山 這太恐怖了嘛 因為我剛剛講的 廠商提任何不合理要求 都是正常 那可以理解 但是我政府可以反對啊 你是把關啊 我把關的人啊 你把關怎麼給他過呢 所以我剛剛講的 好 那問題來了 彭正森是不是只有這件事情 幫柯文哲忙 不是嘛 他在選舉過程當中 幫柯文哲募款 幹了很多事情嘛 後來兩個關係又搞壞掉了 又搞壞了 現在關係 兩個現在翻臉很惡劣 反正 柯文哲跟任何人的交往 他有一個有效期限 有效期限 你看他跟 他到每一段時間 會有人上車 會有人下車 李四川講的是對的 欸 我為什麼要給你這個 容積移轉啊 我可以 我可以否決你 而且你運用 你又是督根 為什麼用督根 你知道他概念什麼意思嗎 因為督根獎勵的 最高獎勵的 百分比是50% 是原基地的容積的50% 就說原來如果是530的話 560 他現在是560 商產560 我可以給你加上200多上去 就到800多嘛 所以他用督根才有辦法 加上那麼多容積出來 而且容積移轉是他30% 他是買來的嘛 那花錢買來的 那就是問題是整個環境 能不能容納那麼大的容積呢 所以這個就是有很多府外的委員 表示了反對意見 他仍然給他硬幹嘛 那我現在問題是關鍵在哪裡 這個當然有一個違法的地方 就檢調要查哪裡呢 查柯文哲怎麼交代這個彭震生 那中間黃珊珊有沒有介入 這才是檢調查的地方 重點是誰單 是你彭震生一間單起嗎 彭震生不可能一間單 彭震生到了台北計算署 就會一五一十的講出來 他而且他不是這麼笨 不可能讓你市長口頭交代 他一定有下調子 你不給他嚇出來 誰都知道柯文哲會翻臉 你不給我寫清楚 所以你放心 這個案子叫破案 就是說彭震生當污點證人 柯文哲就屌了 你說這個東西可怕在於說 在政治上面 最可怕的是第一個破口 當第一個破口出來以後 他會成一個骨牌效應 然後兵敗如三道 如果今天在北市科 真的出現了所有偽造文書 真的有非常明顯的 圖利的事實的話 那現在你的進化成呢 你的柴樹科呢 甚至你今天的 剛剛講的 農漁會的這個市場的改進案 你搞不好全部都有問題了 柯文哲強倒眾人推 柯文哲的第一根骨牌 已經倒下了 後續只會排三道海而來 為什麼會這樣講 首先各位你仔細看看 今天如果發生 我們講這件 衛造公文案 如果真的逐漸屬實的話 請問一下 他送到地檢署 檢查官開始偵辦之後 他會往什麼方向去發展 你為何要衛造文書嘛 那請問你為何要 衛造文書辦的時候 他接下來會往什麼發展 土利 對 貪污土利自罪嘛 那各位你說 宇軒那不是這樣就沒了嗎 錯了 為什麼 因為一個人會做一次壞事 他就會再做一次壞事 人都是有慣性的 所以說一個人會貪污 他不會只貪污一個 他會全都貪 貪污是本職 好 再會順水就繼續吃 好不好 如果這一案就一定會有第二案 第三案 第四案 再來一件事情 請問檢調 在來偵辦的過程當中 最怕最怕 以前五大弊案 什麼東西都沒查出來對不對 那它有一個很關鍵的因素 內部人 你包括講的這些 林玉宏 副秘書長也好 黃珊珊也好 請問一下 如果人看到會修孤寮 看到案情逐漸要引爆的時候 會不會有人轉污點陣了 會不會有人自保 當然會 對嘛 而且各位啊 你講這些大關都還別算 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麼嗎 紀錄 紀錄 栽在那種小人物手上 小人物心想 我一個月領三五萬塊 怪我什麼事情 為什麼我倒楣 誰也不是我拿 他就會開始爆吧 那一個爆之後 會不會開始相互猜忌 相互猜疑 所以就會陸續連環爆 越燒越演越烈 而且最危險的 絕會是柯文哲這個人 再來各位 我們講的叫做單一的個案 也就是單一北市科這個案子 但你別忘了 現在柯文哲只有北市這個案子嗎 沒有 還有金華城這個案子 金華城這個容積獎率 到現在說不清楚 講不明白 甚至當時 包括我們講到的監察委員 當時我們講到的 到底你容積轉率 為什麼從公三變成桑三 然後最後還可以用20% 獨家自創的四種容積獎率辦法 請問下保留個字當中 會不會有毛膩 當然會嘛 所以檢察官會不會依照同樣的辦法 再去調會議紀錄 再去看 而且我們仔細注意到 不講我還沒發現 一講我嚇一跳 為什麼 柯文哲的好多會議紀錄都略 都略 對 都略過 都沒紀錄 就像金華城的那個紀錄 對 所以我請問一下 相干人等 我們把這些 因為你會議紀錄可以略 但與會出席人是不能虐 那我問一下 如果柯文哲真的因為這個案子 衛造文書也好 圖立也好 檢方申辦他 檢方搜壓他 那請問一下 當檢方開始查到其他的案子的時候 這些相關干人等 會不會嚇得屁股尿了 當然會 我趕快跑嘛 這個時候就你頭恰牙牙的 我浪槓了 我還陪你在那邊換 如果柯文哲這個骨牌聯關報的話 會不會有跟最新的案情報出來 不知道 還有什麼 第一魚果菜市場案 一大堆相關的市場改建案 所以你只要確定柯文哲沒有前途了 柯文哲沒有未來了 什麼事都可能發生了 我跟你講 大家都棒打落水狗啦 柯文哲現在還有一個光環 這個光環叫做說 我是第三黨大主席 而且我這個光環叫做 我手上還有巴西立委 所以每一步動箭都動箭觀瞻 但如今包括元大這個內部人 已經出來開了第一槍 而且是沉重的一槍 那我請問 當柯文哲可能會倒下 黃珊珊可能會倒下 而唯一站在外面的黃國昌 會不會去聲援他 當然不會嘛 黃國昌說不宜自貧 不管我的事情 現在忙著立法院 我忙著當副水組織 所以你看在這個情況 如果連最後立法院的一個防線 如果黃國昌最後再補上一角 此事與他無關 請問一下柯文哲 會不會全面潰敗 會不會全面潰防 所以不會啊 他不是只有案子 剛才講他還有台字光 他還有金華城 他還有這個所謂的 這個果菜市場的東西 如果真的一個一個下來 每個之前大家都有懷疑 可是這件事情 真的會造成 整個過去柯市府的內爆嗎 這件事情其實有點像是 一串肉粽被抓出來的感覺 剛才大家在討論 北市客案子的時候 其實他們訪談的第一家廠商 叫做中華工程 這個中華工程背後有位非常厲害的企業家 叫做沈慶金 這個威京小省 在金華城這個案子裡面 當然也是有角色啊 因為這個就是威京集團這個案子啊 金華城這個案子 我跟各位市民朋友報告 這是一個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量身訂做的容積大放送 是在於財團囂張 市府消極的情況之下 發生了這樣的事 為什麼我這樣講 來 金華城那件事情 他的貓膩在於說 他是一次三次長胖的容積案 三次長胖 我知道很多市民朋友 對於家裡要都更 感到萬分的痛苦 再怎麼樣都是225 沒辦法爭取 可是呢 金華城這個特別厲害了 第一他不是獨更案 第二他甚至也不是圍繞重建案 他什麼案都不是 可是他的容積可以三次長胖 就來自於首先第一個 這台北市政府自己做的簡報 第一階段 他從監察院那條路走 弄出了一個監察院的糾正案說 容積要給到560 這是第一階段 上了第一階樓梯 這個是因為好農賓任內啊 他說不行你只有392 我不願意給你560 他從監察院弄到560之後 接下來第二階段可厲害了 監察院說你要給他560的容積 最後為什麼會再長胖 因為在柯文哲的任內 這個金華城開發公司啊 他自己提出了一個 自創的容積獎勵案 因為他不是都更 他也不是圍繞 他也不符合任何法定的容積獎勵 這時候怎麼辦呢 他自己寫了一個辦法 說我有自己創了一個辦法 給市府 請市府你送我容積 是金華城提出來的 對 那麼跟星光人生一模一樣 金華城提出來了 你能想像嗎 我們市民小老百姓 我家裡要督幹 我自己寫一個案子 你送我容積 交去市府 市府要不要當你神經病啊 對不對 對 但是沒有喔 人家金華城沒有被當成神經病 受禮了之後 市府按照他所自創的 四種容積獎勵 他完全不符合法定的條件 所以那四種是金華城創的 對 包括了什麼 智慧容積獎勵 那要什麼呢 就是說我裝幾根充電裝 充電動車 我就符合這個智慧城市 包括說什麼 海綿城市 任性城市 我搞個蓄水的地方 就符合海綿城市 然後什麼綠建築的 他說不然我任養個公園 你就給我這個容積獎勵 你只有知道有多少嗎 20% 20% 所以說他原本監察院的 糾正是說只要560 柯文哲立刻放送他20%之後 變成672 672 最後他還有什麼 最後他再加第三階 我容積轉移30%進來 變成最終柯文哲任內核定 840% 這叫做要5毛給1塊 監察院說560 柯文哲說840 不是我覺得最重要是 今天最新的發展是 那四點大學的莫名其妙的 這個容積獎勵 是金華城自己提的 沒錯 這個叫做前五股人 因為在台北市 以前從來沒有任何這樣案例 為什麼我說後無來者呢 因為今年2024年 監察院又糾正了一次 他說你怎麼要5毛給1塊 怎麼變成840之後 台北市政府宣布 以後啊 再按照這個管道申請的 皆不予受理 所以後無來者 沒了 這件事情就是金華城自己提的 而且呢 我在這邊跟大家報告 為什麼今天在這裡講話那麼大聲 因為呢 我在2021年的11月11號 我就質詢過柯文哲了 也是金華城 對 我當時問他說 你覺得你卸任之後 會不會有5大案被翻出來 柯文哲說 不會 他很有信心 我說金華城這案子 值得商榷 結果 討論完了 為什麼他自創榮基獎勵 可以送榮基之後 最後呢 我提示他說 你要小心 這一件一件 可能會被翻出來 變成5大案 柯文哲竟然說 他很有信心 這個沒有問題 結果完全命中了3年後 就是今年初 監察院糾正他的項目 所以對於金華城這案件 柯文哲他當著所有台北市民的面 在議會他為這案子背書過 他不能夠再說他不知情 他不能夠再說他不知道 為什麼案件會發展到這樣 尤其是這案子 通過拍盤的時候 是由柯文哲的副市長 彭政生主持的會議 並不是委員投票 並沒有投票這個程序 他是直接採用 主席財事的這個方式 用何議制 大家有沒有反對 沒有人說反對是不是 好 那我通過這個案件的方式 所以未來 除了監察院之外 現在台北市政風書在查 台北市議會也組成專案小組 要來查這個案子 查出來之後 資料送個檢調 我想柯文哲 還有黃珊珊 還有彭政生 可能會收到傳票 對 玉鵬 這件事情變你管的了 被檢調了 這個東西來講的話 我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這個一定有人會抓去關 這個東西過去來講的話 你不要管什麼台資光 這個金華城 這個東西來說 這個一定有人要抓去關的 這個是偽造公文書 偽造公文書什麼意思呢 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 七年以下 你要拼拼拼的時候 你把元大建設 元大的時候給弄出來 你下面的 產業局財政局 這些人會幫你扛嗎 不會 這些人一定不會幫你扛 我現在想說如果 這個是偽造的 然後呢 你這個做戲做全套的話 他們最喜歡講的 柯文哲最喜歡講的 什麼 會議紀錄 錄音錄影 一定沒有 一定沒有 當他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 他一定沒有什麼錄音錄影 所以到最後的話 前面那些大頭 就在法院上面跟你吵 沒有啊 你講什麼內湖 我就是跟你講T16 T17 T18 可是下面的人 就變成破口 他們一定不會扛 所以這個東西 只要有一個人 出現破口之後呢 一個傳 一個傳 其他的大概 全部都扛不住了 我覺得你怎麼這麼敢 今天 元大真的是一五反五 跟你拼 因為你剛剛講的 我是直接簽名 然後我直接聲明 聲明以後直接講說 我談的是內湖 結果你跟我講的是 這個所謂的 這個北投 我根本沒有跟你談 不但沒有談 剛剛講你不但偽造 你根本誇我的 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元大是不是有一個 元大人壽的一個聲明 對 昨天元大人壽的聲明 其實你在對比今天的聲明 這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改變 這個就是昨天元大人壽的一個聲明 有關一部分媒體 柯文哲就 北投40科學園區 拜訪潛在投資人 元大人壽一事 特此聲明 從未就該案與科前市長 或台北市政府有任何接觸 這是昨天用元大人壽的聲明 在元大人壽的官網上面 發出來的 已經發了這個聲明 為什麼今天要用個人的名義 來發這聲明 為什麼 我告訴大家 我昨天呢就是意思意思 我昨天呢就是一事一事 再讓錢沒錢 水沒錢 不好意思 柯文哲先生 我元大要下車了 我不再是你的朋友了 我扭一下 可以了吧 結果沒想到 那家黃珊珊繼續咬上 黃珊珊繼續咬他 繼續咬上之後呢 元大就想說好吧 元大今天來說 這個聲明代表什麼意思 去出庭吧 這個個人的聲明 就是決定要去出庭了 他們已經內部已經做好準備了 所以我們就來出庭吧 你黃珊珊講 元大來參加的都有名有姓 可以查證 會議紀錄都有公務員處理 你既然講有名有姓 對 今天我就有名有姓的跟你否認了 對 所以昨天呢就是一事一事 我們在商言商 官部與民鬥 你竟然弄到我們 然後呢 我們就一事一事 講一下 就代表說呢 以後你柯文哲這個列車呢 我們不上了 不好意思 我到站了 我先下車 你再來咬上去之後呢 我就告訴你這件事情 你把李立仁 這個王伯托 全部弄出來之後呢 這兩個人就是準備要來開庭用的 這個就是準備說 你到時候北檢一定會傳 一定會傳的話 你不要弄到我元大 我是有名有姓的 對 我是有名有姓的 就我兩個人來就好了 為什麼會這個聲明呢 因為從昨天那個元大 他自己的聲明之後呢 業界很多人在傳 欸 有跟你揹揹嗎 元大說你是在工作什麼揹揹 我就沒去啊 所以外面已經在傳說 是不是會跟你摸頭 跟你揹揹 是不是要找你來 不然怎麼敢講這種話 元大吞不下這口氣 你不要弄我之後呢 好吧 這個東西 這兩位同仁 你們就上場吧 以後北檢要傳 就傳你們兩個 如果你今天可以把它切割的話 以後元大人獸就不會有事 反正 你說他不切割 對 元大人獸也會有事 如果他不切割的話 他就變成說 跟星光 跟柯文哲 這些人獲悉你 問題是 你們其他人在獲悉你 人家是有好處的 我元大沒好處 我幹嘛跟你和這個事情 所以呢這個東西 我來看 已經是準備好 要開庭了 這是開庭準備 對開庭準備 反正呢就叫這兩個同仁 你們就 好好安心的去打官司吧 元大已經跟柯文哲 以後參不高 醉不老啊 而且你真覺得 他敢這樣子偽造回說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太離奇了 如果你敢這個樣子的話 那代表還有一件事情 你這個會議紀錄恐怕是 拼拼湊湊的 那你拼拼湊湊的 你到底是經過幾個人手 你犯罪實務上來講 一個人的話是最好保密的 你一邊是一個簽名 一邊呢是出席人員 另外一邊呢又沒有人蓋章 所以呢這個一定很多破綻 這兩天台北市議會 炒的最兇的就是 余市長跟果債市長的改進案 改進案是之前已經花了140億 結果現在還要再追加49億 柯文哲不是講說 他的這個所謂的財政紀律最好嗎 可是他留給了蔣萬市府裡面 你說這是一個地雷 這個地雷49億是非給不可 可是這個49億本來不是說 藍綠兩黨的議員都拒絕嗎 說現在這個台北市政府不要買單 可是你們今天為什麼全部都妥協了 其實這已經是第二次 魚果市場追加預算了 上一次在兩年前 那一次被議會否決了 然後只有這一次 上一次要追加二十幾億 只有這一次更扯 要追加到近50億 原本140億已經是個天價了 兩個市批發市場改建140億 結果現在加上50億的話 是190億耶 那為什麼 你說190億很誇張 是因為你在台北市 該任何什麼學校任何地方 都沒有這種價錢的 當然一個學校改建 大概十幾億而已 有電梯有游泳池有停車場 所以我那時候 有電梯有游泳池有停車場才十幾億 結果這個叫190億 所以當時其實 昨天是國民黨自己黨團 為了這件事 就炒了二十幾分鐘 甚至我當下我就說 為什麼要追加49億 因為還要多蓋一個 漁產市場的六到八樓 跟果菜市場的六樓 大家會覺得很奇怪 不是已經設計好了 為什麼要多蓋這兩個 又不是偽裝建築一層一層幹的 對還可以這樣 我再想一想 再多蓋一個帽子 想一想再多蓋一個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當年 柯文哲設下來的套 當年他就是要規劃一個 這麼大的量體 然後又不敢編太高 來跟我們議會要了一個 140億 結果標不出去 標不出去 他就跟人家講 先談好說 要不然你先蓋個三分之二 先蓋個三分之二 我們後續再去擴充給你 議會不知道 他思相授授去答應了這件事 可是我不懂的是說 你當時給他140億 已經是天價了 如果已經是給了一個天價 你為什麼當時還蓋不出來咧 因為他蓋了一個天樓啊 天樓 因為 大家可能如果去細部看 雨果的整個樓地板面積跟量體 是無敵龐大 無敵龐大 那為什麼會蓋到這 那個時候2017年的時候 正值柯文哲要準備選2018年的連任 所以他就能夠答應就答應 人家要蓋什麼KTV也給人家蓋 空中花園也給人家蓋 什麼吃到飽餐廳也給人家蓋 對 我的魚果市場有吃到飽餐廳 有空中花園 是 是 還有觀賞魚 未來還要做什麼觀賞魚 比賽觀賞魚集散中心 它是果菜市場批發中心 跟魚貨批發中心 但是地方各種勢力 可能未來想要經營或想要什麼 就開始開條件 那個時候柯文哲只想討好 這些不管是地方的勢力或攤商 反正是公家的錢 是國家的錢 他不是最在乎財政紀律 他不是最討厭這種利益的勒索嗎 沒有 那是說說而已 說說而已 結果全部都答應了 全部都答應就變成一個 龐然大物的魚果市場 140億還沒辦法蓋 140億還只能搞個三分之二 昨天我在黨團會議的時候 我就說不蓋了 6 果的6跟魚的6到8 不蓋不可以 可不可以 我們反正已經設計這樣嘛 就這樣可不可以 不可以 當年多惡劣 你們全部妥協 不行 把必要設施放在沒蓋的地方 什麼叫必要設施 停車場消防公安 當年你140億發包出去的東西 沒有消防公安停車場 居然是沒有停車場 然後消防公安有問題 有殘缺的建築物 所以你就綁著掐著我們議會 一定要再通過這50億 把這一個另外的三分之一補齊以後 你才會有停車場 你才會有消防 你才會有公安 用這種方法來設計議會 用這種方法來先跟人家綁好 我實在是很難相信 所以昨天我一度 已經跟林毅華講說就砍 砍了才能凸顯 當年柯文哲的決定是錯的 然後他們也說 好 我們回去討論 結果後來來跟我講說 沒辦法 對 砍了以後 公安 消防 停車 通通出問題 所以原來140億標出去的市場 是一個公安 消防 停車場 都有 都缺的建築物 那請問一下 這樣沒有違法嗎 這樣不用送監察院去糾局嗎 所以今天 雖然我們台北市議會 勉強地把這49億給了 你們給了 給了沒辦法 你們不能不給 被掐著檔子了 對 不給 我們會搞出一個140億的爛尾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就搞不懂 今天是藍綠兩邊磨刀霍霍都說 這個案子我們絕對不能讓他過 結果今天一下就過了 所以我就說 這是一個很要求的套 設了一個套 他給你搞了一個140億的爛尾樓 除非你再給我50億 我賣你房子 OK 你給我140億 我只賣你客廳跟臥室 不好意思喔 沒有廁所 沒有陽台 你還要把廁所陽台 好啊 可以啊 再拿50億來 我給了50億就有廁所陽台了 所以要嘛 我們就要接受一個140億的爛尾樓 要嘛我們就要接受一個 將近200億的天價市場改建 你說叫我們議員要怎麼選擇 沒有一個人能夠承擔這樣的政治責任說 好 我砍這50億 然後未來出現一個140億的爛尾樓 那柯文哲他已經都不在台北市長 那找誰就責 是找蔣萬安就責 還是找我們議會就責 所以我們今天其實是每一個人咬牙切齒 去通過這個 用咬牙切齒來形容 對 真的啊 去通過這個預算案 但是我想請所有的台北市民 你們去想想看 140億的案子 你告訴我 沒有停車場 沒有公安 沒有消防 當時這個案子到底怎麼飆出去的 你的建造到底怎麼發的 可以這個樣子搞嗎 這就是柯文哲說的財政紀律嗎 董事長 我們今天看到的很大 我們今天看到的中國的建築 覺得很誇張 沒有最誇張 他們真的可以這樣幹的 我要先講一個概念 今天公共建築跟民間蓋房子的建築 就是民間建築 一樣都叫做建築物 那建築物 在不管是政府出資蓋的 或民間蓋的 都有一個所謂的 申請建築執照的程序 對 建築執照 換言之講 你自己台北市政府的建築物 也要跟你台北市政府的都發局 或相關的建造的管理單位 要申請建造 然後完工要申請完工證明 所有的東西都要經過 和法律程序完成 我現在聽起來 有一點匪夷所思 那你當時建造怎麼過的 這個不可能過啊 因為很簡單 我現在就講個最簡單的事情 它那個部分 因為我是學工程的 你蓋了一棟樓 裡面有個叫做公共設施 英文叫utilities 就是所謂的水電空調 然後什麼環保 全部塞的那一堆 那個東西是第一個動作要做的東西 對 因為所有的建築物 如果這個不先蓋好的話 你後面沒有辦法推動 設計我不懂 以前那個都不是放地下室 怎麼會放樓上 管線怎麼接啊 對 你是不是放地下室的嗎 所有的管線 所有的電力設備 通通要先做好的 對 第一個我在講的 這個是荒謬 我問的是 台北市政府的官員 這個叫移送法辦 這個概念怎麼審查的 調查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要去告他 柯文哲怎麼這樣子搞 怎麼叫做廠商先講好 這個公開招標案 對啊 那你怎麼確定 你怎麼講 我現在這150億給你 那我怎麼能確定 未來的40億50億也是給你做呢 可以啊 綁標嘛 就是你其他的部分你不知道嘛 你不敢做啊 因為你指標這個50億的部分的話 你摸不清楚前面是一片漆黑啊 沒錯 前面是我做的 後面我知道哪裡可以接管線接頭 然後所有的路徑要怎麼走 所以這個東西擺明了違法 怎麼有這種事情發生呢 市長 我剛剛聽了淑慧的話 我覺得匪夷所思 好歹我也跑過公共工程 我也跑過將近十年的台北市政府 我沒有聽過這種事情的 對我覺得這個柯文哲市長 在任內的時候呢 他對這種所謂公共建設的這種 我應該說的慢不經心 其實不是只有這個案子 我們講的很簡單 大巨蛋 大巨蛋最後的設計 也不是原本的設計的樣子 他還是放水讓他過啊 好那我再講另外一個案子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成功市場 那成功市場這個案子 我看了我也覺得匪夷所思 成功市場 為什麼因為成功市場原本的 這個他們當初呢 跟這個成功市場要改建嗎 然後跟這些所謂的 攤商的設計這個說好 就是說可以搬到地下室去 就搬到地下室 攤商也認為說 好啊地下一半在 他說一半在地下室啊 那攤商認為的 你認為一半地下室在怎麼樣 就是一半在上面 一半在地下室 結果沒想到後來設計不是這樣 後來設計是景觀在上面 攤商全部在地下室 結果攤商全部在地下室的時候 攤商才發現說 你市政府的設計是這個樣子 結果沒想到 因為後來開始開挖之後呢 因為剛好遇到COVID-19爆發 結果COVID-19爆發之後 因為你要往下挖5公尺多 結果沒想到要往下挖的時候 費用暴增 費用暴增了40% 所以挖到最後呢 攤商覺得我們要改 那但是往下挖的時候 現在這個議會要多增40%的 要加錢 要加錢 結果人家就問到柯文哲 柯文哲說 那如果覺得不好設計的話 蔣萬事長你可以變更啊 所以他完全推了不關他的事情 這樣一個狀況 例如說這個蘇惠委 醫院在講的 金華城的容積率是一個 但我覺得還有一件事 其實我也覺得這個 其中一定有問題 另外就是大指 大指過去一段時間 在水岸有非常多工業宅 那工業宅 因為政府 從這個郝龍斌到馬英九 都不敢讓他合法化 柯文哲讓他合法化 而且他就一次特色讓你合法化 就過了 就過了 這是怎樣 從工業宅 原本工業宅價格是非常低 他讓他過關 變成是正 變成是一般的住宅的時候 這個價格完全翻過來 他敢這樣做 那當時中央有跟他說 你不要這樣做 那他還是這樣做 所以他說他其實 整個施政的過程裡面來說 有非常 我覺得 很多人都被他這個 包裝的這個 講得非常的好 事實上你可以 如果你仔細去檢驗來說 他很多施政 都是有非常多的缺失 現在就是看 其實現在最大的糗 就是在誰的手上 在蔣萬安市場的手上 他如果真的很認真的打下去的話 我覺得柯文哲沒多久 他就原形逼漏 他已經 因為蔣萬安不想當壞人 他也想白的票 他就 如果這個他像柯文哲當初 怎麼修理國民黨的話 這柯文哲絕對會死得非常難看 所以我覺得這個糗其實是在 蔣萬安市場的手上 所以 談到大巨蛋的時候 當然你是非常熟悉的這個案子 可是柯文哲就講 你一直跟我講大巨蛋 那都是之前的事情 那是好農民的事情 他都沒有暗途施工 我來才暗途施工的 我接著剛剛的這個話 他當年說他做了多少改善 又多少改善 我 那一天那記者會完 我就問他 我說你當年說 大巨蛋充滿了公安問題 第一個公安問題 他說大巨蛋是鋼骨結構 只要發生火災 會快速的導熱 這是他說的 第二個他說大巨蛋下面的停車場 全部都是連通的 發生火災就會從這一區 燒到那一區燒到那一區 這是他當年說的 等到他同意大巨蛋繼續蓋的時候 我就問他 請問一下大巨蛋現在 是不是還是鋼骨結構 是鋼骨結構 是啊 但我抽掉裡面的鋼骨 變成木架嗎 第二個 大巨蛋現在的停車場 是不是還是各區連通 還是地下停車場 還是各區連通 而且是各區連通 然後我又跟柯文哲想說 我告訴你 台北市政府下面的停車場 也是連通的 台北火車站下面的停車場 也是連通的 所有的停車場都是連通的 對 所以這證明什麼呢 當時他是為了卡而卡 去找出很荒謬的事情 甚至當年連說大巨蛋不能打棒球 這樣的謠言都出來 後來為了放而放 所有需要改的也不需要改了 好啦去談了一個超低的 所謂的超額利潤 0.6% 那0.6%是誰負責談的呢 黃珊珊 他去談這0.6% 他就說 哎呀雖然很低 但是總比沒有好 但是你知不知道市府 當年花了300多萬 去找了一個會計師事務所 做了一個財務評估說 應該要收多少超額利潤 會計師所評估是0.6到1.2 好啦你是市府的談判代表 你去跟大巨蛋談 人家會計師跟你建議要從0.6 到1.2之間去談 你會怎麼談 你會從1.2開始跟他往下殺 最後可能會談在一個 0.6跟1.2的中間嘛 沒有 直接就最低 然後就很開心的簽下去了 所以這到底是解套還是要求 我覺得大家就去打一個問號了 我都沒有想到 簡蘇培跟張思康 兩個人可以攜手合作 攜手合作弄了一個釣魚小組 釣魚小組要查什麼 查坑文哲在任內留下一個爛攤 搞了半天清華城只是其一 然後北市科只是其二 另外有九大案 而且九大案 都跟他的財政紀律有關係 特別是北市科 我覺得最妙的是 黃三三今天有解釋 可是大家質疑的是 這個土地你幹嘛要 建價飆售給這個所謂的星光晶 結果他一直解釋寶 解釋驚人寶 那不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嗎 對 可是這真的是怪 怪這三個城市 首先第一個為什麼大家 他開始會針對星光晶這些放大進解 因為你的副手就是用星光晶的公主 對不對這第一件事情 再第二件事情好了 T17 T18也好 大家最為爭點是在於說 你怎麼會50年就只需要44億 因為寶傑哥那個是地上權 44億來講能不能回本 當然能回本 這是非常廉價根本就是賤賣的方式 直接提供給星光晶嘛 再第三個事情 今天你看包括我們講 剛才黃珊珊聊到金人寶集團 他還是位於在T16那塊地 相較之下大家外界在講 T17 T18來得更為方方正正 但為什麼我要講這件事情 各位你知道嗎 金人寶他有提供什麼 投資計畫書 那請問一下 你今天星光集團 有沒有提供投資計畫書 沒有嗎 完全沒有啊 所以大家講你為什麼需要投資計畫書 因為當你要把這東西 標售的時候 地上權的時候 他市政府要知道 你相關未來的回饋 包括你可能的營收 你可能的營運 他需要知道 你完整的對這塊土地的規劃 結果這些通通不需要 價格也比別人低 然後你就直接把這兩塊地 送給了星光集團 提供給了星光集團 只拿了44億 所以這樣當然大有問題嘛 結果你黃珊珊從頭到尾 沒有辦法針對 星光晶這兩塊地的明目 這兩塊地以外 只有說他不需要這種完全 不是我覺得他非常妙 他底下講 公開透明就是公開透明 扭曲事實不能掩蓋真相 說清楚一點也不難 好 我們就開始說 可是這樣講 大家質疑的不是你的 T17 T18 這個兩個給星光晶的 那你呢 質疑的是這兩塊 沒有質疑這個T16 你給金仁寶 他從頭到尾一直在解釋金仁寶 一直在解釋金仁寶 講到後來 他採星光晶都不敢講 底下只講 至於T17 T18 則是與市府通案設定相同 講了半天 你藏在最後面 他沒有藏 他連星光晶三個字都不敢寫出來 他連星光晶三個字都不敢寫出來 就此地無銀三百兩 我當然知道金仁寶很好 我當然知道金仁寶沒問題 你前面解釋了這麼大的堆 然後說金仁寶沒問題 金仁寶很好 然後T17 T18也一樣 連星光晶都不敢講 所以我講白了 你開頭講說不需要投資計畫書 這件事情說清楚講明白 就是你自己說不清楚講明白 心裡從頭到尾對這個案子 就是有鬼嗎 包括金華城那個龍基獎率 連好龍兵好市長 都擋下來說 無糖無糖 不能再增加 就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在柯市府任內 從300多的龍基率變成了800多 所以你說當然 現在不分藍綠要組這個調查小組 就是要針對這個案子 一條一條把它算出來嗎 不是我其實最早跑的是公共工程 跑公共工程你很清楚 追加預算有時候難免 有的時候這個物價的波動 有的時候有些風險 所以我沒有看過 有哪個公共工程沒有在追加預算 可是我看北流的過程 這樣講了 今天課問這你要講 你要開大門走大陸 如果說你今天 真的因為物價的波動 因為所謂的工資的問題 或者是勞力的問題 各種可能的風險 你必須要追加預算 你就開大門走大陸 你就叫博來 他不是偷偷摸摸 偷偷摸摸 跟我在市場一樣 今天你真的覺得預算不夠 我就一點一點做嘛 就有些東西是可以追加 那我說六層樓 你蓋五層樓 然後把所有的東西 重要的安全設備 放在第六層樓 你逼的不叫追加預算了 那根本就叫偷雞摸狗了 對 保倫哥說你講了一個重點 代表這九大案件 它都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 它第一時間用最方便 而且最低廉的標案的價格 先提供給廠商之後 但是真正的鑽頭全部通通藏在哪裡 通通藏在後續裡頭嘛 但是請問一下 發包是不是發包出去了 廠商是不是拿到這個標案了 所以這個才是他真正的目的嘛 反正我們第一時間 先把這些事情也搞定 後續你要怎麼鑽怎麼鑽 所以這個概念 跟社載也是完全一模一樣 各位 柯文哲說 我要這個任內 社載我要衝非常多 結果他說我這個還債還得厲害 結果各位你現在發現 他都是挖東牆補西牆 你知道光是為了他弄扎 社載這個大餅 他取債取了多少嗎 高達680億 他們有換算過 在民國你知道幾年還得完 148年 因為他分年攤提嘛 他不可能每年四分 他不是有財政紀律嗎 他不是不但為台北取債 他還為台北還了很多債嗎 攤提到148年 所以每一年看起來 都只要繳一點點 就跟你房貸 如果延長到100年 你就覺得無痛嘛 所以柯文哲玩的就是這種把戲 所以你仔細看看 他所有的做法 你什麼都沒做 你還付一大堆錢 對 而且你剛才講到 北流的案子 北流各位還記不記得柯文哲 那時候在競選總統說什麼 我跟你講 北流我蓋了我負責 那時候還拍個影片 然後出來宣傳說自己的北流 中心多麼豪華 然後做得多麼好 結果現在被人家提爆 竟然還欠了一筆爛 而且這個爛賬呢各位 坦白講金額不大 大概1.9億元 那你知道寶劉哥 真正問題是什麼嗎 根本不應該欠嘛 為什麼 因為當時他在編列的時候 就把什麼技術服務費 還有廠商這種電機設備費 通通去掉 寶劉哥你在開我什麼玩笑 請問一下你在弄一個 所謂的我們講新建一個標案的時候 怎麼可能不需要這兩樣東西 結果後續發生糾紛之後 你知道要怎麼辦嗎 擺爛 我拖 然後每個月增加80萬的利息 80萬的利息 就這樣一直滾一直尬 然後整個台北市政府變成盤納 而你就想想看 這些案子任何一條 如果只要藍綠查到一點追根究底的 往上去燒 柯文哲會安然無恙嗎 所以我早就講過了 歡迎他去裡面坐坐 裡面走走 好所以 剛才講今天 大概從裡面有看過說 國民黨跟民進黨兩個黨團合作 要去查柯文哲的帳 那柯文哲這個帳是真的有問題嗎 其實不只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連民眾黨的議員 他大概也護不下去了 所以今天民眾黨的議員 他也不敢擋這個調查委員會 他只說他們也願意加入這個調查委員會 大概在事蹟而動 這個調查委員會大概上禮拜 檢蘇陪就打電話給我問我說 這個四北科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我2021年就開始查這個案子 當時我在這個民政委員會 在看地震局在主導這個案子 你說這三塊地 你查很久了 對 因為我那個時候光是新算 我就覺得這個 這個算數是不對的 大家知道這三塊地 在同一個地方 同樣的條件 他們的公告限制 他們的容積率是一模一樣 也就是他們的市場價值 應該是一模一樣的 你說就這一塊地 對 T16 17 18 然後他們標給星光人壽跟人保的時間 只差一個月 一個月 但是你知不知道他人保是用 60萬3千每一瓶的全力金價格租到的 可是星光人壽用的是 37萬3千 差這麼多 對一瓶的價格你換算下來 每一瓶你將近差了大概二十幾萬 那你這樣換算下來 你全部的價格大概差了二十幾億 那當時我就問了地震局說 你為什麼會用這麼低的價格租給星光人壽 好啦 當時我又用了另外一塊 國產署的地 大家應該很熟悉的叫做這個世貿的地 世貿三館的地的地上權 因為世貿三館的地上權 跟這一塊T18的地的大小幾乎一模一樣 他們的公告限值差七倍 那世貿三館當然比較值錢 可是你知不知道我們的底價 通常是以你公告限值去算底價 如果你的公告限值差七倍 你的底價最多也只是便宜七倍而已 可是我們的底價居然便宜十八倍 只有十八分之一 所以這個底價你說 欸 星光人壽標到這個價格 是他幸運啊 沒有人跟他搶 他很幸運 可是市府為什麼一開始設定 極低的底價呢 可是黃山又講啊 十七十八跟市府同外 他又講這是價格競標啊 沒有啊 價格競標是一回事 可是你市府身為地主 你為什麼出了一個這麼低的底價呢 你地主不是應該出一個好一點的價格 對 尤其是這幾年大家知道 這個2021年 正是台北市這幾年 土地不斷的在飆漲 房地產的價格 對 正在往上飆的時候 你說2021是起漲點 對 2020就開始起漲了 大家知道疫情沒有造成 台北市的房地產崩盤 反而因為資金的回流一直在上漲 所以我們的公告限制 當地的公告限制 每一年都在都在漲價 地震局手上都有資料啊 台北市難道是冤大頭是潘娜嗎 看到公告限制一直在漲 可是我們卻設定一個 比行情更低的底價去進行標諸 這不是傻子才會做的事嗎 對 而且更不合理的是 按照中央的法規 我們的權力金是有一個保底的規定 也就是不得低於市價的三成 但是這一塊地 居然只有市價不到兩成的底價 就設定租出去了 我曾經問過當時柯文哲的愛將 地震局局長張志祥 後來柯文哲推薦給高宏安 當秘書長的那一個人 我說為什麼你沒有保底的三成的規定 他說柯市長要求拿掉 為什麼要拿掉 108年的時候拿掉 沒有理由 他說柯市長怕租不出去 怕業者嫌太貴 怎麼會太貴呢 怕人家嫌太貴 人家金人寶用一瓶60萬的價格來租 哪你怕星光人寶太貴不來標 星光人寶是用一瓶33萬來標 所以只差一個月 然後T16 17 18 如果觀眾朋友看這三塊地 明明就在一起 那所以我是要感謝金人寶的大方 還是我要崇拜星光人寶的聰明呢 然後更更更 你說如果這邊差很多 或者你是麒麟地 或是不漂亮 也就算了 大家都差不多 不是差不多是一模一樣 他們的容積率 他們的公告限值 他們的公告地價 他們的租金條件 一模一樣 如果說他們是差好幾年來租 當年比較便宜 現在比較貴 那你就算 他們只差一個月來租 所以為什麼黃珊珊 標案差一個月而已 只差一個月 所以為什麼黃珊珊 那誰先標的 星光人寶 星光先標的 對 所以為什麼黃珊珊 她只敢提金人寶 她不敢去提T17 T18 星光人寶 難道星光人寶 沒有利益衝突嗎 那個時候 吳星穎已經是 民眾黨的不分區立委的 名單內的人選了 然後就像宇軒剛剛說的 更可疑的是 T17 T18是先標的 她當時的評選 是採取二階段評選 也就是資格標跟價格標 就兩種 資格標 跟價格標 二階段評選 資格標就有貓膩了 對 可是T16 就很奇怪 採取三階段評選 資格標 價格標 還要多看一個投資計畫書 那奇怪了 同樣加起來是一萬多平 T17 T18加起來是一萬一千七百多平 T16是一萬三千多平 都很大啊 你如果說T16特別大 說我要看她的投資計畫 也就算了 17 18加起來是一萬多平啊 為什麼你不需要看她的投資計畫呢 兩階段就OK 給你星光仁壽 T16就我要慎重一點 我要看你第三階段 我要看你的投資計畫 為什麼呢 所以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 你在這三塊地上 你有太多說不清楚了 只差一個月耶 租金差百分之六十一耶 百分之六十一耶 你這個房東也太惡毒了吧 你漲價一個月說 欸 不好意思喔 現在行情不一樣啦 我給你起百分之六十一 這是 這是什麼樣的房東 這是什麼樣的租金行情 好 所以董事長 這問你就懂了 你以前負責台開的 對 我現在解釋一下 如果是星光仙標的話 一個月之後 然後金元寶 金元寶 金元寶來標 這個時候他們總價 大概差了二十一億左右 然後單價的話 差了一倍 將近一倍 一個是三十多萬一坪 一個是三十多萬 一個是六十多萬 對不對 所以這個很明顯的 台北市政府 就應該非常警覺性 知道說糟糕 這幹子慘了 因為這幹子很明顯的 變成獨立他人了嘛 那差一個月時間啊 差一個月時間 我現在都被人賣便宜了嘛 我賣便宜 我就要開始準備 找相關措施出來你知道嗎 否則的話 我這個標準怎麼處理 我現在問你 我現在市長 我第一個 我參加過很多政府標案 對啊 在我年輕的時候 那這個一個月時間 就造成了 將近二十多億的價差 我現在講很簡單的 這個案子 這根本地檢署 台北地檢署問都不要問 這個光是我們今天 我現在在這邊談這個事情 根據關鍵時刻的說明 就可以成案 成他自然調查 那查什麼呢 查很簡單啊 怎麼會那麼大 怎麼會圖立星光二十多億啊 這個明顯圖立星光 剛剛 可是黃先生你跟妳講 17-18是跟市府通案的 地上權做法一樣 價格競標 而且我們二十多萬 都是這麼做的啊 那我現在都問你一個問題 所以我說要用他自然馬上調查 原因在哪裡你知道嗎 因為第二個案在標的時候 你底下怎麼訂的 你底下怎麼訂出來了嘛 幾個人有沒有競標嘛 有幾家競標嘛 只有一家嗎 為什麼你是不是有違標的嫌疑 是不是有綁標 資格標 資格標你是不是要卡住人家咧 所以你投開標程序 要拿出來檢視啊 這個才是問題思所在 這不合理嘛 差一個月差了便宜人家二十億耶 而且又很明顯的圖立 你這個不要有關係人交易啊 這就是關係人交易嘛 因為他是你的副總統 後來變副總統 好了當時不是關係人 後來變了關係人 當時的就是啊 他是他的不分區名單 不分區立委名單 已經是不分區立委 所以已經是有明顯的 關係人交易了嘛 那就是你就開始 柯文的頭就大了嘛 就要做補強跟相關的 法律的救濟程序嘛 甚至於不排除 要把星光這個廢標嘛 這可以啊不然怎麼辦呢 我現在昏倒了嘛 我現在配了二十億 到今天來講的話 明確的很明顯的 因為吳信義是他副總統 他圖立他人 有關係人交易 這個檢察官問都不要問 明天就可以成案 現在監察院 針對台北是什麼 應該就是柯文哲市府的時候 金華城的整個改建 也就是說我給你很多 容積率的這個獎率 這個你最清楚了 因為這件事情是從好龍兵當市長 一直到柯文哲當市長 整個來龍去脈你非常熟悉 而且今天監察院講的是說 這個東西根本就是為了金華城 量身訂做的 是當年柯文哲讓這個金華城的這個 新的案子通過 然後給到這麼高的容積獎勵 坦白說議會所有同事都驚呆了 因為這個案子一直有人來檢舉 有問題 他是怎樣 當年住在那附近的人都知道 原本這塊地根本是工業區 工業區你要變更為商業區 本身就要做很多回饋了 那他當時變更為商業區 又承諾很多回饋條件 其中其他的容積獎勵 容積率只有392% 還不是什麼560變800多 原本只有392% 然後他一直在好市長任內 一直去爭取回到所謂的500 但好市長都把他打槍 所以才那時候媒體報導說 因為沈欣欣比較偏藍 可是他就說藍營裡面 沈欣欣最恨的那個人 就是好龍斌 因為他當時胃口還比較沒有那麼大 只是想把392的容積率變成560 光是這一件事情 在好龍斌任內的8年 全部把它卡關 後來到了柯文哲上任以後 小沈棄而不捨 還告到監察院什麼 有的沒有打訴訟 好後來成功變為560了 那我們以為說他這樣總該滿足了吧 390幾變成560 已經是增加非常多樓地板面積了 以那邊一坪250萬來看的話 他大概光是這樣就增加了快要100億了 結果原來他還不滿足 繼續再去申請各式各樣名義的 所謂的容積獎勵 那今天監察院糾正的是什麼 我們其實容積獎勵都有一張表 你符合綠建築 你符合消防什麼 各自獎勵多少 本來都一張清清楚楚的表 但是這個金華城突然冒出三項容積獎勵的項目 是新的 是從來沒有聽過 沒有一個地方城市有 台北市也從來沒有的 叫做什麼任性城市貢獻 智慧城市貢獻 宜居城市貢獻 那貢獻內容是什麼 不知道 原本我們是非常清楚的 任性城市 智慧城市 宜居城市 對 那它的貢獻是什麼 不知道 原本綠建築是有非常清楚的定義 你拿到鑽石旗的給多少 黃金旗給多少 這個是內政部頒布的 台北市也一直這樣給人家 那你突然冒出這三個項目 然後內容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以前從來沒有過 對 那所以今天監察院糾正了 因為我第一時間 就打給都發局的官員 我本來還想幫他們緩夾 我說好 你創設沒有關係 如果其他的都更案 也有申請到這三項的話 那你就可以說 我沒有獨厚金華城 你看我什麼什麼什麼案子 結果他們告訴我說 沒有 全台北市只有金華城 拿到這三個名目的獎勵 任性城市 宜居城市 智慧城市 你客製化創新的三個名目 然後這三個名目 又只有給金華城用 我說你們怎麼敢 這不就是土利嗎 你們怎麼敢 我說那你們當時 為什麼會冒出這三個呢 然後那個人是新來的 他就不小心的冒出兩個字 他說報告議員 坦白說 有一點客製化 你政府的法令容積 這個是涉及多龐大的土地利益 從560到800多 大家算一算 已經有人去算 增加了樓地板面積 然後換算成每一瓶的單價 又是一個100億耶 我剛剛說了 從392變成560 已經是一個100億了 從560又變成840 又是一個100億 他就這樣光是 容積獎勵 容積獎勵 就可以100億又100億 他不用蓋 不用去做生意耶 我覺得最妙是 所以監察員講的是真的 客製化的 是啊 這是獨有的 那三項 如果哪怕我們找得到 有其他的 他是用什麼 創設 創設所謂任性城市等三項獎勵 具合給20%的容積獎勵 他說有為師 我還問了都發局說 那你們為什麼要幫他創設 這三個名目呢 他說這樣給獎勵 聽起來比較好聽 那就意思說 他根本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建築 也沒有值得你給他獎勵 那你為了要聽 好像高大上的名義 取一個大家都不知道 什麼任性城市智慧 當然我後來去翻了 他的都市細部計畫的內容 什麼叫做智慧城市 大家知不知道 他只要提供 6%的停車位是有充電的 他就可以拿到這些樓地板獎勵 而且還不低耶 我記得是8%耶 那我家也可以啦 是啊 現在越來越多的商場的停車格 本來就有接充電 對啊 那這叫什麼智慧呢 這跟智慧到底有什麼關係呢 還會自動分辨車輛嗎 所以他的智慧就只有這樣子 說你的充電的車位 如果提供到百分之六 大家可能覺得說 哎呀8%的獎勵很少 錯那個是幾萬坪的土地 樓地板面積幾萬坪 你乘以8% 哪裡再乘以250萬 光是一個提供充電的停車位 他就又多賺了幾十億了 而且另外一個事情 也讓台北市議會炸鍋 就是柯文哲本來在強調說 我是最注重財政紀律的人 結果現在他有三個市場 那個增加的經費太多了 多到連台北市政府都受不了了 其實不是只有三個市場 我們有三個市場正在改建 然後不斷的追加 第一個就是大家常聽到的 第一果菜市場跟魚市場 然後南門市場 那這幾個案子 當時編列的金額 已經是一個天價了 我從來沒有想像過說 一個市場改建 你要給我搞到150億 大家知道150億是什麼概念嗎 我們的一個學校的改建 大概只有十幾億 一個學校還跟捷運共購 有停車場游泳池喔 才給我報十幾億 然後他一個這個批發市場 可以給我搞到150億 好當時這個編列 已經是一個急救章的編列 結果你還不斷的追加 不斷的追加 這一次送進來是一百 我記得一百九十五億吧 你一口氣增加五六十億 但你現在丟出來 是蔣萬恩的這個市政府啊 是 所以這就代表什麼 當年柯文哲為了先飆出去 有政績 他先隨便飆出去 先減相 就是他原本150億是飆不到的 飆不到 然後他當時就去跟人家業者談說 不然這樣啦 你先不要做這一層 這幾層你先不要做 好 我們先簽約 已經150億還沒有做完 對 還沒有做完 就是說你先做個九層 我們先簽約 先讓我有政績 之後市府會再追加回去給你 所以現在為什麼這兩個市場 要追加五十億 就是沒蓋完啦 大家知不知道 如果用一百五十億去蓋 你有聽過批發市場 沒有蓋停車位的嗎 他都要是大貨車 中南部的蔬果來 然後要卸貨 所以是要大貨車停車場 結果為了要先飆出去 然後說不停車場先不要蓋 五流六流先不要蓋 好 我之後編給你以後你再蓋 所以我那時候就問市場處說 那如果我議會不編給你 這兩個市場是不是就沒有停車位了 他就跟我講是 我說所以你是在要挾我們議員 因為如果你有聽過兩個大型的批發市場 沒有停車 他根本沒辦法運作嘛 所以他就是用這種先斬後奏的方式 這叫財政紀律嗎 還不止這個 我一直跟萬安提醒 社宅 他最引以為傲的社宅 大家知道他社宅 一直蓋一直蓋 算自己的 錢都沒付 所以從萬安 是假的 對 從萬安這一任開始 要連續四年舉債 幫他去還社宅的工程款 要舉六百多億 六百多億 你大家記得他曾經宣稱過說 我八年還五百四十億 他八年還五百四十億 這邊搞了六百多億的債 所以我一上 還有追加預算 萬安還在選的時候我就告訴他 你一上任一定要查社宅的負債 好 聽不懂 你說監察院這個案子 如果真的拜下去的話 會非常嚴重嗎 會有違法的嫌疑嗎 當然他現在是先糾正台北市政府 市政府的回應 當然也就是要繼續再調查下去 我看到蔣萬安的回應也是非常謹慎 因為這個事情看起來是 不是那麼的合理性很高啊 達到八百六十的這樣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數字 這個百分 容積率來講的話 我相信沒有任何人可以接受這樣的一個理由 就是說這三種理由就可以作為一個獎勵的容積率 那所以現在藍的就是 蔣萬安當然是代表藍的這一邊吧 藍的要查 那這個 這個尖尾林峰盛 他其實綠的出身了 綠的也要查 所以現在 柯文哲呢 會面臨到一個什麼 藍綠夾殺的這個局面 對 這個說不定就是 是蘇立雄要查的 對 蘇立雄還有林峰 林勝峰 這兩位都是跟 在綠營的關係比較不錯的 雖然當然 行使監察權是要中立的 但是問題是 他們的背景來講的話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來 那現在 不管是在市政府部分 或是在監院部分 都登最重要 而且這個案子 是在選舉之前的時候 民進黨的發言人張志豪 已經把這個案子先丟出來了 已經丟過了 已經丟出來之後 後面來講的話 監院是在選舉之後 再把他這個報告整個弄出來 所以看起來 現在已經有一種氛圍 訴殺的氛圍 你說民進黨要查這個 對 不管是民進黨也好 或者是台北市政委也好 不管在行政部門的 或者在司法部門 可能接下來 會針對這個案子來進行動手 而柯文哲當然回應 有證據你就去查 就去告嘛 對不對 他當時在選前的時候是這麼講 而在選後的時候 他真的 的確是要面對到 這一個不合理性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中間的過程 這個台北市政府內部的 這個開會也好 或者是他的一個行政程序也好 有沒有違反母法 有沒有違反內政部的相關的母法 這些東西來講 也是查了對象 那當然監察院已經 提出糾正了 而接下來有沒有什麼不法的 或是底下的利益訴訟的關係來講的話 可能就會有人到司法部門去做提告了